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4月3日 星期一 現在我在曼城的途中回到倫敦 今天有些事情要曼城處理 剛才也跟曼城的網友 其實全部都是黑錢的網友來的 吃飯 跟我們聊天 他們 都表示支持袁爸爸這個計劃 說真的 香港議會其實就不是袁爸爸的 是香港人的 不過我們認為香港人 需要推一個議會出來 去幫助這個香港人 是獲得世界上的認同 因為外國政府要幫你 也要有一個認頭單位的 難道找在這個 坐牢的黃之鋒 肥佬禮嗎 當然不可能 因為現在 議會一定要離開香港 不可以再在香港 因為你在香港是被抓的 所以一定會在海外成立一個 香港人議會 類似當年的 非洲人國民大會 類似這樣的組織 這個才可以代表香港人 亦都是跟 外國政府的對口單位 將來外國政府真的要援助你 真的要給你武器 你要給你NQ9 要給你彈王刀 要給你刺針導彈 都要有一個對口單位的 給誰呢 放在公海你自己來拿 不可能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計劃 我們是會全力去推動 我們一定會盡力去推動 至於將來 誰做這個議員 做這個議會裏面的議長 議員 就由選民去決定 當然不是我們決定了 我認為 搭建一個平台是很重要的 希望香港人 都可以齊心努力 去做好這件事 因為剛才吃飯 那些網友這樣說 我們覺得十分之好 他們也很支持 這一節其實是一節突發來的 因為本來我在車上也要做一節突發直播 就是上海的朋友 給我們消息 就說現在外面風聲在傳出來 說要中央直接接管上海 這個消息 如果是屬實的話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上海 現在的市委書記叫做李強 一把手 歷任的上海市委書記 甚至乎市長 都幾乎是直入中央的 包括以前的 現在的韓正 之前的黃谷 再之前的 曾慶紅 朱鎔基 江澤民 再之前的 那些江派 當然是很多的大員 全部都是上海上去的 所以這個位置幾乎都是一定做硬常委 甚至乎是將來接替 黨主席 國家主席 現在的 市委書記李強 如果真是被中央 派人去接管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習近平在中央的力量一定是被人削弱了 甚至乎是李強是被架空 這件事 我們覺得是很值得大家探討 詳細跟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現在直播要跟大家說明了 每逢星期二 星期四 我們的下午 晚上7時至10時 是我們的直播時間 三個小時直播 到時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們直播之中 都會展成一些節目 就是之後事後播放給大家聽 大家留意 然後就是我們的後備頻道 因為現在呢 星期日報的後備頻道好像是植物人一樣 需要大家幫忙去激活他的 大家可以按個playlist 播放清單 可以激活他的 好 好 說回這個 現在上面 很重要的 就是 上海市的市民 看到大量的軍車 裏面穿著防護人員 但是是由軍車車過來的 很明顯這些是解放軍 現在呢 我們會看到早兩天 消息指 北部戰區 正式 接管了吉林市 長春市 吉林的市委書記 也是被人 炒了魷魚 免職 很明顯就是 這個地方的 疫情失控 是完全他們沒有辦法控制的 上海市委 市政府 早兩天曾經向市民道歉 就說他們對Omicron這個變種病毒 是不太理解的 所以就造成很多問題 希望市民也都理解他們的困難 這句說話就令到中央當然不高興了 你原來對這個病毒都不了解 你怎麼 憑什麼去管治的地方 我們看到 現在的上海 可以說是出現了很大問題 上海人從來都是很溫和的 很和平的 其實江節一帶都是 你去過上海 去過杭州 去過寧波 那裏的人 說話大大聲 但是 實際上 不會動手的 絕對不會動手的 更加不會跟你暴力抗爭 從來 都是很和平的 你看到上海人吵架 吵三個小時 不會動手的 保證打不成交 在北方 兩句就動手了 已經沒有第三句了 上海人一個這麼溫和的地方 一個教養 相對是全中國最好教養 全中國最富庶的地方 現在都搞到可以說是苦不堪言 浦東 隔離之後輪到浦西 浦西隔離呢 糟糕了 足足二千多萬居民 大家想一下 要做核酸 又要強迫他們 又要封區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物流 沒有這樣的人去配送 生活必需品 連那些父母和小朋友分開隔離 搞到小孩子又有濕疹 然後又骯髒 還有尿布 還有屎 你想一下 一個 過關 舒適的生活 過關大城市 大都會生活的上海人 突然間 變成了地心世界居民 你想一下那種不滿 是會怎樣呢 上海已經算是有錢了 但是呢 他們的居民都 按不住露火 很多人 跟那些公安 跟那些邊防 那些叫做防控 那些叫做防控的人員 那些 防疫人員呢 就發生了很多肢體衝突 所以上海警察搞不定 因為大家知道 每逢鎮壓 一定是有外地調人過來的 當地的警察 全部都是老鄉 阿拉索希林 全部都是自己人來的 打不下手 要他們開槍更加 沒辦法開槍 所以 只能夠派山東的特警下來 派山東特警下來 意味著 上海 很大機會需要流血收場 需要開槍鎮壓 好了 現在 更加傳出 就說要中央接管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信號來的 上海 是李強做市委書記 竟然 如果中央接管 那麼中央是誰啊 是不是已經不是習近平了 很明顯 習近平已經沒有辦法控制整個中央 所以才由中央接管上海 直至由中央接管 即是說上海的專家 裡面的官員 全部說話不算了 中央說了算 好了 現在的中央是習近平的中央 還是李克強的中央呢 加空得李強 肯定就不是習近平的中央了 因為沒有必要多次一舉 沒有必要我習近平 既然控制整個中央 我又要接管李強 第一 下面沒有面子 第二 會被人覺得 李強肯定是辦事不力 如果不是要中央接管呢 當然啦 消息 現在還未經證實 因為現在外媒也好 內媒也好 都暫時未公佈這件事 但是如果一旦公佈 就很糟糕了 因為你想想 如果真的有中央直接接管上海的話 會出現甚麼情況呢 就是 個個人心惶惶 中央 會不會是來鎮壓呢 因為大家知道 中共從來沒有想過去疏動民怨的 從來都是鎮壓 鎮壓完之後就封鎖消息 然後呢 就將那裏完全 包圍 沒有人知道一件事 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洩露不了出來 相機模 斷網 斷電 晚上行動 是吧 六四就是這樣 當然呢 過了三十多年之後的現在 可不可以在上海逃城開槍呢 當然應該沒甚麼可能 不過 用一些鐵門的手段 去抓一些他們認為搞事的人 然後呢 進一步封鎖這個社區 每一個社區都封鎖 那麼上海人 都很難做到犯 不過呢 大家都知道了 上海那種造犯 究竟是不是真的做到犯呢 我們也很有保留 那麼溫和上海人會不會有幾百萬人上街衝擊這個政府呢 當然不可能啦 大家也看不到這個畫面 街都不讓你出了 何況衝擊政府 他們只是要求放寬 又或者呢 你供應到別人生活的必需品給他 但是中共不是這樣想 中共每一樣東西都是想鎮壓一方的 做任何東西不是想著 其實很簡單而已 原來你比較 飯他吃 比較菜他吃 就搞得了 但是中共寧願用多幾倍的成本 進去開槍殺人 跟著要封鎖消息 跟著要不讓其他消息走漏 其實成本更加重的 不過他們從來都不理 這件事呢 中共呢 或者中國人一種最可憐的地方 就是 沒有掃講的 你打算跟他講掃也行 他是不跟你講掃的 也不跟你講掃的 你打算疏道文言 沒有的 好像大雨治水 大雨的方法就被他爸爸成功 所以他爸爸被人抓去坐牢 他不用 他是代替他爸爸 他爸爸就是用一個防倒的方法 建圍牆 建水壩 集住水 沒用的 結果水一沖就沖了 堤壩 大雨就用一個疏道的方法 把紅水疏道 其實中國歷來 都是要靠民怨 要靠疏道 如果你疏道不到民怨 民怨一定是爆發的 現在不單止是上海 全中國 每個地方都爆發 不過上海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 中央才會那麼緊張 這個消息 如果是屬實 其實我覺得 大陸一定是出現了很大的變掛 起碼在中南海 習近平沒有辦法完全控制整個大局 迫著 如果真是中央接管 意味著習近平 不代表整個中央 中央可能 亦不輪到他作主 他只能夠 保留部分的權力 這個是 如果真是發生這件事的解讀 當然 現在你要看看市委書記李強最近都沒有公開 講話 其實會不會是已經失了勢呢 他接下來 是不是入不了這個 20大可能入不了常委呢 如果20大入不了常委 對習近平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挫折 現在香港也傳出消息 說李家超會去馬選特首 還有梁振英在後面操盤 這個更加 在挑戰中央的權威 是不是趁著習近平 已經失際 趁地臨呢 這個我們會另外作一節解讀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